Hello Hello 歡迎大家又來到這個星期的 胡佬圓藝 我是阿琳 這個星期就是 2024年的 4月22日 到2024年的 4月28日 我又分享一下 這個星期 我的一些日常生活 以及一些感想 反思 這個星期 就是 在工作上 準備準備 我的 我國老闆 他會來 香港 所以我要準備在酒店 打理好一切 打理好 可能要設定 這些都是我要 幫這個老闆做的 所以 確定 他 可以很快地 在酒店 可以很快地 在酒店 那裡 接著就是 我的 圓藝 這個星期 就是最後兩個星期 所以 最後兩堂 都是在這個星期 進行 所以 我就 很捨不得 因為 我很捨不得 學生 很捨不得 組員 很捨不得 助手 也很捨不得 整個機構 他們對我都很好 我 所有的物資 還有 所有的 充足準備的 功夫 他們 都有感受到 亦都有 好好地支持 和好好地 享受 那個 課堂上 我們的互動 所以我 非常感恩 但是 我現在 可以慢慢說 這個星期 我的得獎 關於這兩堂 接著就是 還有 我在 這個 圓藝那裡 我都發現了 我的 另外一面 就是 我都很喜歡 去 搞笑派 去 跟別人 聊天 還有 我都想 去了解 對方 多一點 那個 那個 感覺 我想在這個 星期 都分享多一點 我一些 感思 首先 就是 我 頭幾天 其實 整個星期 工作時間 那段時間 都會幫 老闆 做一些事 但是 我在 星期二 的時候 做了 這個 尾二 那一集 的圓藝治療 那一集 就是 在 九龍區 的 社區中心 那 我就幫他 做一個 今次的活動 就是 用一些乾花 去做一個 小夜燈 那我怎樣跟大家說一下呢 這個 乾花小夜燈 它就好像是一個 可以 在晚上 然後 還有一些香氣 來自 乾了的 鮮花 它不是鮮花 sorry 它就是 本身 是一個 鮮花 可能是一些 果實 鮮花 鮮葉 但是呢 到它乾了之後 它有另外一番 風味 那包括是什麼呢 那我 我有幾種的 那我最主要的幾種就是 滿天星 油加利葉 玉桂枝 還有 蟲果 那我可以 跟大家 逐一介紹一下 這個 它那個 小夜燈 真的怎樣做 那我的經理呢 他呢 他呢 就喝了很多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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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瓶 那樣呢 他 他喝完之後呢 那我當然 我就問 啊 經理你會不會有用嗎 這瓶 他說我沒有用的了 你拿去吧 然後 他一喝就喝到差不多 二十幾瓶 那所以呢 有二十幾個瓶 那我就覺得 千萬不要這些玻璃瓶 那就是 那個 也很不環保 那樣就這樣 丟掉了它 但是呢 我會好好利用它 可能去做一些 玻璃活動 又可以把它重用 去reuse 這樣 去令它有另外一種 的模式 出現在家居生活 那樣 我覺得都是非常之特別的 那也都非常感謝 經理他 他送了這些 玻璃瓶給我 那我就可以做到 這一節的 的玻璃治療了 那我要說一下 這個乾花小椰 等一下 好像我先所說 他有 滿天星 油加利葉 肉桂 松果 那其實滿天星 和油加利葉 我在之前那幾堂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和一些 組員 是用新 即是我新鮮買回來的時候 就被他們拿來做 插花 拿來做 插葉 然後 到他們 可能他們 有些 花材 可能雕謝了 譬如說 菊花 雕謝了之後 但是 滿天星 和油加利 它是不會雕謝的 怎麼說呢 它是會乾了 但它的形態 和味道 都還在 那時候 那時候 我就叫他們 留下 可能 到這一堂的時候 就拿回來 我們可以 做這個乾花小夜燈 就可以把它放進玻璃瓶裡 然後 就用一個小燈串 把它串起來 然後放進玻璃瓶裡 就形成了一個乾花小夜燈 而這個小夜燈 還有不同的模式 有三個模式 一個是快閃 一個是慢閃 一個是不閃 一個是閃 一個是不閃 你如果按多一下 就關了燈 所以 就是用一些電芯式的小串燈 它就是非常療癒 因為當你滿天星油加里 它有一種散發 有一種清香 很凌晨的氣味 尤其是油加里燕 滿天星也不用說 有五眼綠色 你可以選擇 白色、黃色、綠色 還有一點彩星 你也可以做乾的用 彩星我看到有些 做完也有些 就是上幾堂剩下的 也有用 還有 我另外 金糖 加插了兩種植 一種叫玉桂 和松果 其實玉桂 在我們之前做香包囊的時候 我也有加插 但是這次 這個玉桂 長一點 幼細一點 的玉桂枝 它是柱狀式 小柱仔狀 有不同的效果 松果 其實它是一個果實 在松樹上的果實 它就像山峰一樣的形態 有不同的大小 有不同的柱形狀 尖嘴狀 尖橢圓狀 我想帶出一棵樹 有樹葉 有樹皮 也有果實 也有果實 在不同的形態 在一棵樹裡 不同的部分 你都可以變成乾了的花材 然後就放在小夜燈裡面 當它閃閃閃閃 或者當它晚上亮燈的時候 令到你好像感覺上 已經好像有一棵樹 或者有一個原地 有一盞燈 而這盞燈是佈滿著自然色彩的 在你的生命中 或者在你的家居生活中出現 那就是另一種形態 希望這種感覺 帶出一種很凌晨 很靜氣 也很有自然氣息的環境 在那個氛圍那裡 在家居 那當然啦 跟著呢 我們弄完這個小禮單 可能每一個學生都弄了 或者每一個組員都弄了之後 他們是提出 不如老師我們把這個空間熄一下燈 然後呢 讓他看看什麼 我們知道他熄一下燈之後 大家是 嘩 這樣 是有一種 突然之間他覺得 咦 是啊 其實人生真的不需要 每次開到燈這麼光 我不知道 啊 說起燈光這件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知道呢 我呢 平時回到家 是 那個屋子是很暗的 即基本上呢 無論是 那麼日後當然不用開燈了 但晚上可能 六七點鐘打後 我們是 不會 開 行燈的 即是我們首先一定不會 即是我們會把整間屋的 白燈 就會轉成黃燈 但而那個黃燈是 極暗的 還有是 盡量呢 我們都不開 主要的那個 那個 除非可能 你不知道 裝修啊 做大壇 你可能真的要看 如果不是的話 基本上呢 我是 即使吃飯啊 看電視 都是非常之暗的 燈 那 然後呢 每日晚黑 都是暗的 基本上呢 我們呢 就算回辦公室 我們辦公室 都不開燈的 因為呢 我們是近窗 然後呢 也 也比較高層一點 基本上就是 不開燈 基本上都不開燈 然後 可能到晚上六點 除非 除非 那天是狂風打雨 大雨 然後 又 又行雷閃電 然後 天氣是很暗 很暗 才令到整個 整個 辦公室很暗 那我們才會開少少燈 如果不是說 我們基本上都不開燈 只用自然光的力量 由朝 做到晚 所以我們對燈光 這件事 其實真的很重視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燈光 都會影響你的人的情緒 當一盞很強烈的燈光 可能長時間照射你 在你的頭頂 又或者在你的眼前的時候 其實 你可能 你可能已經習慣了 你根本覺得 它的殘眼是必須要的 或者它的存在是必要的 你不能改變 但其實不是的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可能是一些組員 特意叫我關燈 令到這個 令到這個 小夜燈 它的 它的夜光 它更加 去達顯 instead of 代替了 在一個 強光 猛射 的 對比 等它們有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那它就會突然間覺得 是的 它的人生效力 其實不需要那麼強烈的燈光 都可以去繼續 它的日常生活 這樣 所以我覺得 這個 有一個很大的啟示 就是 關於燈光影響 你的人的心情 你的工作環境 以及你的情緒 你的對待 你其實可能 都是在做同樣的事情 但是就是 因為燈光的不同 所以令到你 更加可能 Focus 或者更加 更加的 去專注 那樣東西 的 程度 有不同 所以 這個乾花小人 讓我強烈 建議 可以大家一起 在家裡 嘗試做 我也會寫下一些 很細節的 就是 一些 材料 或者一些 過程 我都會放在 描述箱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然後 另外 就是 當 星期二 那時候 我做完 這個 完藝治療的時候 馬上就約了一個 完藝治療的 朋友 我們一起 都是 投入 這個完藝治療的 服務的 一些朋友 做 吃 打火鍋 那這個 我真的要介紹一下 這個打火鍋 真的超級無敵 就是 也不是說超級無敵 但是 我的服務 真的超級無敵 那它的名字 叫做 海底撈 火鍋 那 我們那天 就在銅鑼灣吃的 那 我好像是第一次去 這個 集團旗下的 火鍋店 那 聽那些 職員說 他們是 在內地來的 還上了市 那 還要 我 其實一開始 我都覺得 整體環境都很乾淨 那我們就點東西吃 全部都是用 iPad 去點東西吃 然後 吃後 外面質素 都來得很快 上菜上得很快 那些 都 不錯 好吃 我也不想 那些魚 很好吃 我還不想 不是叫 瘡魚 超好吃 還有iPad上會寫給你聽 每一樣食材要放在火鍋裡煮幾分鐘 等幾分鐘 我真的要計時計時 幾分鐘幾分鐘等 我真的很專注在計時方面 還有食材真的很好吃 看見服務員的質素非常好 他們很有禮貌 很願意跟你換碟 很細心的是我朋友 他掉了筷子 他還未開始舉手 可能他已經在遠處聽到或看到 他就馬上衝過來 馬上換了筷子 幫我的朋友 我就覺得很細心 了解之下 他可能說一些不太標準 但已經聽得懂的廣東話 你看見他很努力地嘗試跟你溝通 和你多一些交流 已經是很難得 所以很開心 也吃得很開心 也跟朋友聊了很多關於元藝的生活 關於投資 說一下職業的投資 我沒想到 當然有些元藝的朋友 可能他們都已經接近退休年齡 有些 即使不是退休年齡 好像我這樣 都可能會想一個 可能怎樣可以有些 PASSIVE INCOME 或者是一些 可能是一些 SIDE BUSINESS的方向 他們都有在那裡分享一下 所以我們也有聽一下 了解一下 還有想做多一些 元藝治療相關的 服務和工作 想做多一點 看看怎樣有些機會 所以 很努力 等著 還有就是這個 之後這個星期 我又做了 星期三 點心 with my sister 和我妹妹的女兒 我經常叫她姨媽 對 還未發音 兩歲多 還未發音 還未發音 這個音 我可以等 我再努力等一等 阿妹 她也很好 故意幫我拿了 我家裡種了一些 碰碰香 因為我家裡有一盆 碰碰香 然後我放了一些 分珠千叉 給了媽媽 另外還有其他 碰碰香 所以 一齊 今次 希望我叫我妹妹 把她帶回來 我可以在星期五 最後一課 用上這個碰碰香 給組員做這個 盆栽 這個碰碰香 就是我自己家裡 種出來的小寶貝 希望她們都 都好好地愛護她們 星期四 我就要做瑜伽 做瑜伽 就跟我朋友一起做 做完瑜伽之後 我想說 我在這個 晚上的時候 可能做完瑜伽 我就跟朋友說 我今晚不跟你吃晚餐了 因為我們每個星期做完瑜伽之後 那一頓晚餐 都好像 即我吃完之後 都有點感覺到 就是 我 我 我 覺得自己 好像 你們做得這麼辛苦的 但你又吃了這麼多 我就覺得 好像 沒有瘦到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即我有一種感覺 所以 我決定 那天 就不吃晚餐了 我要保持這個 然後 保持這個 健康 這樣 我就 可能就不吃了 怎麼知道 回到 回到這個 家的途中 還是有點餓餓餓的感覺 我覺得 最後忍不住 就去了便包店裡 買了個 芝士麻薯波波 其實我不是買了一個 我想我買了六個 芝士麻薯波波 因為 實在太好吃了 然後我就 我就 怎麼說我 即是 就是 欲照這個 起司麻薯波波波波 你忍不住 便會多吃幾個 對 就變成我的晚餐了 其實回到家的時候我們都沒有跟朋友說 因為我不想告訴朋友 你看 都知道你一定會說 我都知道你忍不住了 又被他看死了 忍不住了 然後星期五就是我最後一堂 在這個機構裡面還有一個 懸藝治療的活動 這就是我們今次的主題就是組合盤載 就好像做一個大樂園 大家一起集合這麼多課 種植過的東西 然後就放在同一個盤上 那我就特地買了一個 一個盤是有四格的 我稱之為叫做四合圓 這個四合圓 就是有他們組完之前種的一個番薯葉 有之前他們種的望文草小語點 還有我們本身第一堂的富貴粥是水種的 然後我們就把富貴粥或者龍粥 就把它剪枝 剪枝 剪枝 剪大約每三個 一枝 剪大約一兩枝 或者剪一枝出來 接著就插進土種 可以讓組員感覺到一枝粥 就可以有幾種不同的種法 還有它可以有不同的生命力 即當你把它剪開幾段的時候 都可以生存到 當然這些都是要嘗試 而且要好好互理 然後再加上我金糖身家的碰碰香到手香 那麼SoSoTotal就會有四盆 對 有四盆不同的小盆 然後就組合在一個底碟裡 變成四格 那麼它是一枝的 一枝裡面就有一個底盆 然後又加四格的花盆 這樣 那就是一個很好的小樂園 這樣 雖然我們沒有一塊很大塊很大的田地 但是你可以想像這個就是你一個小小的小田地 小園地 這樣就有不同的 不同的植物 不同的 葉菜 都在你的身邊生長 就好像你每天看到它 就好像每天看著自己的圓林 這樣 我有一種感覺 還有它們每一樣東西都會散發一些香氣 尤其是好像碰碰香到手香 為什麼叫做到手香呢 就是因為當你開心不開心 你都可以碰一下它 然後又可以摸一下它 聞一下它 然後你用手指去摸一下葉的葉面 然後搓一下它 然後再放上手聞一下 就立即凌晨正氣 書筋沒落 然後我最難忘在這個星期五 就是有位學生 或者有位組員 他就寫了一個 感謝信給我 就是一封感謝的卡 然後他還親手畫了一個 好像一個燈一樣的 然後又貼上我們的圖片 就是有我們的組合照 又貼上我們的小夜燈 然後又寫了一些詩句 你明白嗎 就是哇 你知不知道有押韻的詩句 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聽過了 然後我就覺得很感動 他還要讀出來 原來就叫做鈴鐺讀出來給我聽 然後還要很自由 和很大膽的 很開放地去感謝我 或者去多謝每一位組員 在他身邊的一個幫助 支持 所以我覺得 是非常之感恩 有這些 認識到這些組員 認識到這些學生 也都認識 非常之感謝 我覺得 所有東西都是緣分來的 我都要好好珍惜 那麼多課堂的這些組員 那我一定會記住他們的名字 還有一定會記住他們的樣子 也都 他們的笑容都會長存在我 長存在我心目中 接著 星期六呢 我們就去了堅尼地城 因為我朋友的 brand Golden Age 就有一個市集 在那裡擺 我們是第一次在堅尼地城擺檔 因為其實我們以前住 就住在堅尼地城 都有租住過一段時間 但擺檔 這次就是第一次 非常喜歡堅尼地城 寫意的空間 尤其是海旁 是挺寫意的 但是問題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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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的程度 是局促 還有那個 那個 那個 市集 不是說特別 空曠 因為它是 特別少少位置 但是有擠滿著 很多很多不同的 檔主 所以我覺得其實空間可以退出少少 怎樣說好呢 因為我們距離那個海 都有一段距離 所以我們 可能你走出去就是海 但是問題是 其實我們可以 那個空間 其實可以再疏落少少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 可能 機構和那個 主辦單位 和那個 堅尼地城 擁有那個海旁的那個 機構有可能 只是劃分那個位置 是可以這麼多 但是 那天 很熱 而且很害怕 下雨 尤其是這個星期 基本上都陰陰沉沉沉 突然之間有趙雨 那樣的 幸好的是 那天沒有下大雨 有少少猛猛魚仔 隔了 但是不是特別嚴重 所以都OK 但是引流 就真的不太多 相信大家都是回大陸 回大陸 回大陸 深圳 享受過很好的 weekend 又或者基本上都害怕 因為下雨 可能都落在家 或者室內比較多 所以 We didn't expect much 但是 It's a good connection 和其他不同的檔主 但是 Yeah Didn't sell much 因為 因為 It's not a very good occasion 那天 我覺得 對 還有 還有 所以 那天 我完成之後 我就讓自己做了少少力 有少少 我的 個人 勉強 然後 去做這個指甲 其實 我個人 本身 不太喜歡 留長指甲 所以 就算我做指甲 也不是說 留長指甲 或者加長指甲 去做一個叫做修甲的服務 還有 就是 想自己也 嚴諒少少少顏色 所以 也做一做 這個 可能 有少少 Organic Polishing 的感覺 做少少 這樣 但是 我這個做完之後 今天 就選了少少 湖水藍 綠 膠雜的顏色 我做了回來之後 我拍檔就說 有點像 呃 這個 Princess Jasmine 我是一個 迪士尼的小公主 唉 我不明白 為什麼我拍檔呢 她那些 她每次 她想像 或者她去做 比喻的一些 都是很 很可愛 很可愛 還有 很有 顏色彩感 她所有的 表達 所以我都很喜歡 所以當她一說 我這個 髮型 有點像 Princess Jasmine 的顏色的時候 我就覺得 很開心 我是 莫里亞拉丁公主 開心 開心 還有 最近 你也喜歡吃 一些 叫做 Acai Bowl 或者 Green Power Bowl 就是 一些 巴西梅果碗 就是 用一些 乾果 混合 一些 藍莓 香蕉 不同的水果 它是介乎 在Smoothie 沙冰 和雪糕之間 的質感 的一些 果容 你就放在一起 然後 拌在一個碗裡 然後 再加一些水果 燕麥 堅果 Nuts 這樣 不需要任何 汁 或者juice 總之就是 它這樣 有點稠稠 但又不是 很柔 有少許 柔質 但是 介乎於 柔質 和固體中間 我覺得很好吃 又挺健康 而且 最重要的是 都飽肚 我覺得 那天 做完馬桿 吃完 吃完 就飽足 一天 六七點 都不餓 然後 我 又再吃 所以 我覺得 連續吃兩天 這個 阿沙伊 煲 我覺得 是 都幾 都幾 舒服 而且我吃完之後 身體不太太 因為我可能 星期日的時候 有吃飯 有吃麵 在中環那邊 所以就覺得 我 現在可以吃少些 就盡量吃少一點 雖然我個人 還是很喜歡吃 牛肉 但是 如果 可以 偶爾吃一下 這些鍋 都好像當是吃水果 其實我 都幾開心 這個星期 就是做了這麼多 我希望 再接再理 做一些有意義的 做一些工作上的事 亦都有跟 家人 見面 亦都有 懸藝 亦都有 不健康expect 或者是 做一些 唇膏 做一些 personal lashes 但是 總的來說 都 都感恩 和開心的 一個星期 都fulfilling 這個星期就是 這麼多 希望下個星期 再見大家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 追蹤我的 Instagram 我的 所有的 資訊都會 在 資訊欄 那裏 你可以 在下面 看看 我有Instagram 有 所有的 contact 還有 我的 一些 page 你也可以看一下 還有 我的partner的 brand golden age 都會在下面 你也可以 歡迎 看一下 有問題 就隨時 DM我 或者Message 這個星期 就這麼多 拜拜 拜拜